小熊一点都不开心 弟弟妹妹老师联合起来捉弄他 还是大根屁虫 他一点也不喜欢 但是一个意外事件 两只小小熊学会了尊重哥哥 小熊则发现了一个道理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Kiwi懂了吗 今天讲的是 不是你想要的 不是你想要的 都可以得到 都可以得到 来说一次 不是你想要的 都可以得到 好的我们打开啰 紫色的 对紫色英文是什么 POPPO 好很棒来再说一次 不是你想要的 都可以得到 We don't always get what we want We don't always get what we want OK好 小熊嘟着嘴生闷气 他不开心 一点都不开心 为什么小熊不情愿地 咕嚓着 妈妈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跟来呢 妈妈只是微笑 轻轻拍了拍他的头 弟弟妹妹们必须跟我们一起去 小熊他们得从你这个大哥哥身上学到 所有森林有关的事情啊 可是我比较喜欢我们自己去 妈妈小熊乌野着 小熊遗憾的是这个世界 不是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熊妈妈说 你看他妈妈要带小熊去 小熊就不想带这两个 他怕他是他们的累赘 那之前的某一天 熊妈妈宣布他怀了小宝宝时 小熊真是吓了一大跳 后来小熊想有个弟弟 可以一块玩耍也很棒 他还是满心欢喜的 期待小宝宝的到来 小熊完全没有计划会有一个妹妹 应该说是连想都没想到 但是事情就发生了 熊妈妈发生了 生了一对双胞胎 一只熊弟弟一只熊妹妹 除了妈妈和奶奶之外 小熊一点也不喜欢女生 你看他生了一对双胞胎有没有 对啊这是小熊的弟弟跟妹妹 谁会想跟女生玩呢 他们喜欢摘花在河里洗澡 可是提到爬树和赛跑 大家都知道男生要比女生强多了 男生才是最棒的 他不喜欢女生 因为女生都是比较文静 对不对 比较没有在玩那些跑跑跳跳 在网森林里他们最喜欢的那块空地的路上 小熊越走越生气 弟弟拉着他的尾巴 妹妹扯着他的耳朵 两只小熊一路上一直不停的作弄他 妈小熊大喊 妈妈你说他们 你说说他们嘛 可是每当小熊一回头 两只小熊立刻乖乖的做好 装出衣服可爱的模样 哥哥生气了 可是两只小熊又装的没有事情 对不对 同样的骑行不断重复 熊妈妈最后一次转过身来 有点不耐烦 这次又怎么了 我今天事情很多 熊妈妈并不常常发脾气 小熊想了一下 决定用他想到的最好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问题 没事 妈妈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熊就算了 小熊这样好了 你帮妈妈一个忙 带弟弟妹妹到河边 让他们看看鱼 熊妈妈要两只小熊 坐下来对他们说 小熊 小宝贝啊 那条河的水很急 你们一定要听哥哥的话 哥哥说了算 清楚了吗 两只小熊 点点头 虽然这两个小家伙很烦人 但是身负这样的重则大任 小熊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 所以哥哥带他们两个 双胞胎去河边 好啦 小熊认真的说 你们两个都听到妈妈的话了 那跟我走吧 两只小熊 居然乖乖照做了 这还是头一回 在路上 小熊向弟弟妹妹说明 如何抓鱼 还告诉他 吸水为什么会危险 从前是爸爸教我们怎么抓鱼 小熊说 现在我会教你们抓鱼 好的 小熊开始得意起来 一路上把头抬得高高的 还三不五十秒 两个小家伙一眼 确保他们的安全 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他那两个顽皮的弟弟妹妹都跟上来了 而且表现得很有规矩 直到这一刻 小熊才觉得当个大哥哥 感觉真不错 他太开心了 没有注意到小小熊正稀疏疏疏的说着悄悄话 他没有想到听到他们的计划 也没有看到他们躲进树林中 就这样子 这就是那条河小熊宣布 你们怎么那么安静呢 小熊转过头惊讶的说不出话 小熊不在那找个影都没有 小熊呼唤着 四处寻找却怎么也找不着 两只顽皮的小小熊躲在树丛里 开心的哥哥偷笑 但是小熊急坏了 只想着要赶快找到弟弟和妹妹 他们两个躲起来 要让他哥哥紧张 小熊找了又找 他呼喊着弟弟妹妹的名字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 他钻进一树 从矮树 从爬上一株株大树 到处都找了 仍然找不到小小熊的踪影 他找遍了河畔 小小熊也不在那 小熊伤心极了 又担心的不得了 对没有大熊陪伴的两只小小熊来说 森林实在太危险了 两只懵懂无知的小小熊 就这么兴奋的看着哥哥 四处寻找他们 等到小熊离开后 小小熊兴奋的溜到河边 我们去玩玩水吧 淘气的熊妹妹说 熊弟弟摇了摇头 小熊哥哥说河流很危险 我们也不会游泳 不会游泳没关系 只要不要掉下去就好 熊妹妹那边喊 边爬上一个树 跟倒下来 横跨在河面上的树干 这根树干就像做小桥 你看熊妹妹打脚很安全啊 我看到雨了 快过来 胆小熊 熊妹妹又喊 你看真的很安全 熊妹妹在树干上 跳上跳下 树干只稍微晃了一下 好吧 熊弟弟也跑出来 露出了笑容 我过来了 最后熊弟弟是男生 他的手掌只比熊妹妹宽一些些 肩膀只比熊妹妹厚了一些些 身体也只比熊妹妹重了一些些 可是他一爬上树干 树干就晃了起来 熊弟弟的手脚开始不住的颤抖 树干也越摇晃越厉害 小小熊们紧紧的抓住树干 但是树干突然松动了 被川级的河水顺流而下 救命啊 两只小熊 吓坏了的小熊张口大喊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们 小小小熊听到弟弟妹妹的呼叫声 从树林船来 很快的便找到他们 只见一幅既紧张又好笑的景象 河面上一根木头卡在浅滩上的两个大石头之间 两只小小熊拼命的抱着木头不放 两眼紧闭着 就像这样两眼紧闭着 这条河对大一点的熊来说并不算深 小熊扑通一声跳进河水中 他小心的把木头推到河岸 张开眼睛吧 小熊轻轻的说 来吧 我带你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两只小熊跳进小熊的怀中 小熊把他们平安的带到岸上去了 小小熊紧紧的抱着小熊哥哥 过了好一会儿 他们一起对小熊说 谢谢你哥哥 我们太调皮了 对不起 下一次你们应该会听话了吧 小熊说 两只小小熊拼命的点头 晚上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一起漫步穿过森林 两只小小熊一路上紧紧拉着小熊 熊妈妈没有问他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孩子们之间的秘密 熊妈妈不想过问太多 西洋慢慢西下 小熊感受到两只小小手掌传来的暖意 突然明白了一些事情 或许他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是他们现在拥有的 却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好了 我们说完了 那Kevin你要怎么说呢 小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请订阅我分享哦 拜拜 拜拜 拜拜